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赌 说赌刘晓波能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有的赌赢了 有的赌输了 我把当事人想叫一块来吃个饭 我们在吃饭的过程中 我接到我房东的一个电话 问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警察找我 当时我就吃饭过程中发现一个挺黑的 很壮的算个胖子吧 大概有五十来岁我感觉 有胖子在那吃 刚开始他自己在那吃 挺注意我们的 大家吃完了就几乎都散了 各样各的事 我给另外有两个朋友 约了说这么早干嘛呢 去逼宫堂 逗会地主 但是我们在走去逼宫堂的过程中 就有一个一块走了说 不对吧 旁边后边那个 有个人在跟踪我们 好像就是和那个胖子一块坐对面吃 后来去坐对面他俩吃饭那个人 大概可能到十二点左右嘛 我还正要播 当时我一边打着牌 手机都在手里了 一直在在那玩来玩去 正要播呢 手机响了 我一看 当那个手机屏幕显示 括号 无号码 再括号 因为我还奇怪呢 我说就是海外打过来了 也会显示一个什么IP那种电话的号码 我也说 这是什么打的 那个什么电话 我就给我打牌两个人说 其中那个另外一个小胡 他说 不会吧 他说人家那个手机定位就是这么 不过来你没号码 小胡还要说 把他手机那个电池抠了 要真是跟踪你 他们手机电池抠了 跟踪不上 然后我把手机电池 我正在抠这小胡 都已经开门去厕所了 正在抠 我就正在抠 他手机开门去厕所 然后这个时间 他应该是也就刚出门三两步 就听见我门外 门外有人在喊 是从这屋出来吧 是从这屋出来吧 应该是指小胡刚出门 然后回去回去 然后就看见小胡 就是被推回了我们屋 紧接着有三个到四个 四个人应该是 长得很壮的壮汉 进入我们屋 一个个指着我们的带小胡 带我们另外两个人 阿晨还有我直接鼻子 说警察 那个身份证拿出来 他身份证拿走了 其中一个人 拿着看 念我名字 英语生 就是你 他念着 然后旁边另外一个人说 就 一个到两个人就推散着我 这边推散着我 靠边靠边 然后说 其中一个人 就是很历生的 抱头 趴下 我说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怎么这样 其中一个人 这时候其中一个人 一拳都会 不是站在我最面前的两个人 应该是他在他后面 一拳都会 会打到我脸上 就是 我告诉你警察 你还横什么 不知道横什么 他原话是 告诉你我们是警察 然后 在下一个是 就那意思 就是 你听我们的 那意思 然后另外两个人 就是 就又有人 就是带推 带嗓 带打了 另外头 更命令 啪 啪 听到没 啪 他这么情况下 我 我更不服气了 我说你们 你们干嘛 把你们证件拿出来 让我看看 这一下 可能是 也不知道 他们看我 怎么说 捅了马蜂窝了 然后有 最少有三四个人 面对着我 就是说 有的揪我 有的打 拳头 到我脸 头上 脸上 胸目 就这么打 说 操你妈 怎么不服呀 怎么样 像你这种 傻逼 还敢 怎么样 怎么样 我推着 就是被拳头 被推嗓 然后左边 应该有人 这么拽着我 胳膊 另外一个手 可能拳头 还打着我 右边 还有 紧接着 还有个人 拽我这个胳膊 前面有一两个人 反正打的 我是被打懵了 其实心里 也是很恐惧 我想 警察 我从来没见过 不管是警察 还怎么这么粗暴 就是不由分说 这么打 更过分的是 我面前可能有三四个人 另外他身后一个人 跳到桌子上 就跳到那小餐桌上 对着我的头脸 都踹两脚 当时我确实是比较恐惧 我说 不管是 就是流氓打架 也不至于这样 不由分说 就这么打 他其实还都是穿的是 运动鞋 或者感觉是球鞋那种状态 没有一个皮鞋 所以说 我这 这个一闪电 我想 另外想 我就想 他们是不是 这么踹 那个踹到头上 脸上 是这种习惯性 没有伤痕 有的人把我的皮带 直接抽开了 后面拧着我手 那两个人 就把我的手 从后边 就给捆到一块 捆得很紧 刚才有三五个人 打了这几拳的时候 我都开始高喊 我说警察打 警察打人了 警察打人了 救命啊 就这么高喊 就说后来 他们才是等于更爆裂的 打我 然后跳到桌上踹 然后他们踹的过程中 我还是 就是断断续续 也在喊警察打人了 然后再 但是喊了几枪之后 被打了 已经是没有劲了 就这时候 做到的时候 我看见 我那两个朋友嘛 打牌的两个人 就是在我左边 两个墙角 每个人 可能已经被制服了 每个人都是抱着头 我对着墙角 我说你们是警察 然后警察是你这么 不由分手上来打人 违反了 那个叫执法条例 违反了警察法 他直接都打到我 你别给我来这套 警察法我逼你懂 但是我告诉你 他摇了手 我告诉你 警察法在这没用 长袖提讯 他把这么一兜起来 把我头兜住 报纸就在我那 兜起来 就把我拖下去了 然后认着我的头 把我塞到一个车里 而我自己呢 就感觉自己 那个从鼻子上流的血 滴一打 滴一打 就是往下滴 就是过了一会儿 他们就开车走了 我是车开到那个院子里边 我被 那个拖下车 然后两边 一个人架着我 就拖进他们大厅 然后上楼梯 全驱着 被两边的人 后面应该还有个人 揪着我的衣服 顶子 就是我 几乎是 低流着 低流到三楼 进到一个屋里 一问话 你叫什么 他们讽刺我 你要应声吗 在北京干嘛呢 我不理他 他们另外一个人回答 听说是个记者 再一个人回答 我说这么牛逼呢 原来是记者 就类似的话 但我是不理他 但是他有时候 他就问到我 问你呢 我们是依法虚问你之类的 他们一问我什么 我都就是两句话 我要投诉 我要验伤 那黑张汉就说 那好 那好 你投诉什么 来给我投诉吧 我说 我要跟你上级谈 我不跟你凶手谈 这下可能惹恼他了 但是到前头 到那桌子上 我也不知道是 为什么桌上有个 黄色的塑料袋 就是 他拿起来 将他给抖开 走到我面上 挖布 套到我头上 套了很长时间 但是我一直在坚持 满头大汗 在那里边 我就是 就告诉你 绝不失落 那个样子 反正不是 怎么着 怎么着 就绝不失落 我自己感觉 可能都套了 有一个小时 我当然是 不是各种 觉得疲惫 怎么说呢 迷糊 已经几乎说不出来 但是还是嘟囔着 说 我要投诉 我要 我要验伤 因为有他们刺激 相对 记忆是比刚才都清醒些了 昨天旁边有人说 你还投诉呢 我两个同事受伤了 一个是胳膊骨折了 一个小指口鼓励 就凭你这样 都够刑拘你 另外一个家伙说 跟你打牌了两个人 都已经说了 他们只看见 你抗拒执法 没有看见警察 警察打你 还说 他们材料都在我这儿的 因为原来在三楼 一个中间 走廊中间一个会议室 然后等右拐 下个楼梯 楼梯又拐回来 到二楼 然后再右拐 二楼顶头的一个大会议室 当时不知道 当时我也不知道 听他命令到脑 然后把他们 把我放到一个椅子上 我一看 这个保安 在可能扭了扭头 看到那墙 是不锈钢 五个字 场桥派都说 这时候我问 就靠近我那个保安 我问一下 现在几点了 他是看了看表 还是怎么着 告诉我是三点半 过了一会儿 他俩在互相说了 自己也不知道 他俩互相交代 还是自己嘟囔 也不知道什么重要人物 让我们一眼 一晚上必须不许睡觉 不许眨眼的盯着 两个人和这么盯 还提供一个问我 也不知道什么 大概什么时候问我 你犯什么事进来了 我说没事 就把傻逼警察办错案了 然后那个人 就那个保安说 哼 别骗我 肯定是政治上的事 我知道了 这些市局的 然后我还问他 你怎么知道市局的 他们是借我们地方 这么牛逼 怎么还说 刚才还是 说不要借我们地方 求我们随随随 哪个领导 来借我们这 审你怎么着的 大概就做了一上午 就抽烟喝酒 看电视 也没见到 那几个打我的人 打我的都是便衣的 还有 就是起到后来 那个赶个子的 都没见到他们这些人 然后 等到快中午了 戴眼镜的 穿制服的警察 又问我吃午饭 大概有五六点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正常的 就扣押人 就我干法律嘛 如果我干警方 扣押人最多24小时 我说 你让我打个电话 我要给单位请个假 你们这么一天 就我 我水 那个 我的水也不告诉我 不行啊 诶 知道当时那个屋里吗 那个苏尔帽是黑胖子 还有那个 那个孩子 便衣俩人 很兴奋 啊 哈哈 我 你电话告诉我 你什么单位的 我给你打 诶 我当时我觉得一愣 我说 我 你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么敢暴打 我都是很有信心的 把我弄成这样 肯定是摸摸 是我的说我的底都摸清楚了 觉得我有可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才这么有信心的 揍我一顿 然后以后不管是 怎么样 抓我啊 怎么着 我当时一愣 我就心里感觉不对 我就是比较嘟囔 我是报社的 他们更那个 每个报社 电话告诉我 帮你打电话 我当时 出现诧异的 不得了呀 我当时你们真的是 连我是谁 你们干嘛的 你都不知道 就这么暴打一顿 扣就这么扣留 我当时 却说 现在真是很诧异 我就 直接说的就是嘛 你们连谁 连我是干嘛的 你都不知道 你们都这么暴打一顿 把我抓起来 别说这别说 你电话号码告诉我 给谁打 我帮你打 我说我不告诉你 我说你们自己去调查去 然后转身都走了 等到大概六点多 七点 反正我呢 当时又没表 手机也不在 没有特别的概念 突然啊 这个报社 有涌进来一堆人 有七八个吧 也不知道谁在喊 起来起来 你起来 跟你换个地方 我站下 我想 转居留呢 还怎么着 还不知道 正在游 正在那个站着 正在想到底怎么回事呢 门海哥 有河南 河南口音的高声喊 我就知道是你 就 直接我用河南 我就知道是你 我一听名字 音语声 我都知道是你 又是脚 脚来起来来来 跟我走 我跟那个李女长说 我说 我要真 你看你看着我脸 鼻子 当时 当时虽然是 过了一个的快一天 大概有快一天了 这样子 应该有二十十八九个小时了 我感觉 但是我没洗脸嘛 去摄手的时候 看一样一样 那人的血 鼻子上血还糊在这上面 我说你看我这 看我眼睛 我 这我当时觉得 感觉比较有可能断了 当时 然后这样 我说 真出 他们断错案了 把你脑来擦屁股 如果像我这样打伤了 如果真出事了 我算你的 算你头上 还算他们头上 在李女长一听 说 当然我们都已经站在这个 亏议室外面了 他又进亏议室 他说你们打他了 到底谁打他了 我都没人理他 他一说 马上静默的不得了 他一看看 回来了 走吧走吧 你知道在这能讲什么理 跟我走 跟我走 你要进宴商 你要投诉 出了门 你怨怨伤怨伤 怨投诉投诉 行不行 然后 当然我说不行 我吃了磨 我说 他们打我一堆人 我一个人名字都不知道的 我不走呀 最上他们里面 要不我到派出所 我问警察 他们里面告诉我一个名字 我当时 我可投诉他呀 我不走 当然我俩在那纠缠着 另外一个人 个子高的 也穿便衣的 但是不是打我的 好像应该是个 或者是 就是那打我人的头 好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没事 你想告的话 你直接告北京市公安局 感叹的很 我当时 最感叹 我打我这些人 真专业呀 就当时打了 确实觉得要 要你命了 那种气势打 最后起来 竟然就是说 一点皮外伤 稍微一点皮外伤 在一天都 看不出来伤这种状态 这点还有个细节 就是 在那个 看胸片的时候 我看说胸部 疼得不得了 没事 没有骨折 里面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还顺顺 那个顺嘴问了他 我抽烟很厉害 你看我肺是不是有问题 他看 很健康吗 我就是 这句话让我很安慰 我还没白白这趟医院 总体就是这样 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就 一看 我这种证据 我不是 做什么的 我这种证据